在周五第三轮投票中 有25位共和党议员没有支持乔丹 相比第二轮的22人 以及第一轮的20人 每轮都在逐渐增加 之后共和党召开会议 取消了乔丹的议长提名资格 第三轮投票前 是前众议院议长凯文·麦卡锡提名乔丹 目前有多名共和党议员将竞选议长职位 在前议长麦卡锡被罢免后 众议院已连续17天没有选出议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上镜 纽约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